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万代在2024年2月16日发售的 SHF系列的假面骑士吉恩 这款产品是采取红网商店限定方面的方式 官方定价是消费税前8000日元 万代的定价是越来越自信了 包装盒的正面和反面就是 疾狐系产品的传统风格 直接来开箱 又是一款把说明书印在包装盒侧面的产品 说明这款产品的配件数量是非常少的 OK 果然就只有单层的吸塑 本体依旧还是惯例在腰腹部的地方 会有两张防蹭刺的薄膜 抽掉薄膜之后来看一下本体的做工表现 那基恩作为一位未来 其实皮套设计是有着极强的科幻感的 左右完全不对称的造型也是相当的另类吧 我个人是蛮喜欢皮套的造型设计的 黑白为主的极简风配色也足以证明未来人 已经脱离着低级趣味了 一天天只要忙着着感动也就没其他事可干了 所以穿插在黑白色之间的蓝紫色条纹 就成了整款产品的最大看点了 和之前开箱过的吉虎雷射推进器形态一样 蓝紫色之间的鉴别色涂装是非常自然的 金属漆的光色感表现做的也很到位 这一部分的涂装质量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 相比之下白色部分的涂装就会有一些小问题了 因为皮特的白色分布是完全没有规律的 所以有的白色漆是涂在白色零件上的 有的则是涂在黑色零件上的 这就导致那些涂在黑色零件上的白色漆发色 就会稍微暗淡一些 如果仔细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白色漆是存在一些色差的 再加上部分白色线条的位置刁钻 边缘处就会有一些溢色的情况发生 同时还会有一些因为漆膜太厚而造成的漆料堆积 总之就是白色部分是经不起细看的 至于黑色打底衫的部分就是所有假面 其实都相同的成型色再加上消光器的工艺了 也就不多废话了 头部造型在科幻风的基础上为了增加一些动物要素 所以在头顶上是会有一对狐狸耳朵的 如果从侧面看的话也会发现 头部是很像倒过来的疾虎头的 这个网易大哥绝对是真爱了 45度斜插在头部中间的ID卡和头部融合的 我认为也很自然 从正面看的话 头部的外框仿佛是两根上扬的银色疗牙 给头部增加了一丝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怪穿了整个侧脸 复眼使用的是透明材料制作的 但是亮度稍显不足 拍照的时候需要用灯光稍微配合一下 照亮复眼下面的圆点细节之后就能漂亮不少了 另外在头部卡片的蓝紫色线条上 还能够看到一些非常细小的圆圈条纹 这些条纹就让我想到了黑客帝国电影里面 那些命运妈妈的绿色字符 这个细节做的也是挺符合未来人的设定的 变身道具尖武器就是一把枪 形状和之前镭射推进器形态当中的武器 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这把枪的中间也是可以拆分开的 只不过就是尖的枪中间会多一张登陆的ID卡片 有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就是这张卡片 竟然被印在了枪把的地方 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印在枪头的地方 不就更还原了吗 而且枪头的中间这个洞 我认为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把它做成一个没有动的形状 上面印上一张ID多好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就做成这样子 就非常的奇怪 在枪的背面会有一个凸起 利用凸起就可以把枪挂在腰带的侧面了 可动性方面头部在左右转头的时候 下巴是会撞到衣领的 可动幅度并不是特别理想 抬头幅度很小几乎的也没有 低头幅度的话还算可以勉强够用 肩甲的零件为了要考虑到 胸口这一张卡片的完整性 所以是通过一根直装的方式 连接在胸甲上的 以至于两个肩甲的可动幅度非常小 就只能够小幅度的向上抬起一些 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手臂的平抬幅度 特别是左手旁边还有个肩甲 抬起的幅度就非常小 干涉非常严重 大概也就只有45度左右 除非就是把手向后旋转90度之后 这样子的话能够勉强到达90度左右 另外一条手臂的话没有了肩甲之后 手臂平台是可以到达90度的 同时也因为肩甲的干涉 所以手臂的上抬幅度也是非常小的 大概也就是90度多一些的样子 大臂根部会有360度平转可动 曲手关节的地方虽然说是双段关节 那是因为受到外装甲的干涉 所以可动幅度也就只有90度左右 手腕处依旧还是传统的球形关节连接 替换手型除了五指放松手之外 另外还有三对 分别是实心拳 握枪手 以及五指张开手 躯干处的地方 因为没有庞大的腰带干涉 所以弯腰挺胸的幅度都是挺大的 左右侧摆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扭腰也有360度 上下半身之间依旧使用的 还是急呼吸的通用卡扣进行连接的 胯部左侧的这一块白色装甲是独立分件 根部是球形关节连接的 会有一些轻微可动 可以在腿部活动的时候 做出一些轻微避让 胯关节的地方可以下拉一段距离 拉下来了之后 腿部前踢可以超过90度 后踢45度左右 平踢90度左右 裆部下面会有防穿帮零件 胯部右边的白色装甲是普通的涂装 所以对可动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大腿根部会有90度左右的平转可动 屈膝关节的地方是双段关节 屈膝幅度非常大 脚腕关节的地方是斜插转轴 抬脚和垫脚的幅度一般 向内侧摆45度左右 向外侧没有可动 360度平转 脚掌前端会有一段独立可动 脚底下面也会有一些细节 同时还会有非常漂亮的渐变色涂装 简单完工这款产品之后 总体上来说 我认为产品的做工是到达极格线的 但是上半身的可动比较拉胯 甚在造型独特 如果是喜欢这种怪异风格的玩家 我认为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